炸的金黃酥脆的臭豆腐 或是內嫩多汁底鹽酥雞 都是不少人難以抵抗的美食 但竟然成為房東招租條件 民眾家門口貼出租屋三大條件 除了能從事炸臭豆腐 鹽酥雞還可以是冰葬葉 讓民眾不僅想問 難不成是和鄰居不和嗎 也是蠻奇怪的 很多人都比較會忌諱 冰葬葉這一塊 而實際來到張貼租屋地點 不僅電話號碼被劃掉 也沒有額外租屋資訊 周遭鄰居透露 租屋廣告已經張貼一段時間 一個鐵櫃在中他要給誰吃的東西 別人要停摩托車 沒有地方可以停 所以他貼了之後 他就把他的那個鐵櫃拿走了 那其實讓我們最強的街更繁榮吧 以前應該在處理出租問題 雖然當事人稱要讓街道更繁榮 不過殯葬葉或油炸店 並不是人人都能接受 看起來是合法的 但是就是可能他在鏡像裡面做這樣部分呢 一般不會有屋主這樣做 可能他的包容性特別的大 第二個呢可能是他跟周遭鄰居有情緒間的對待 他也是這種行業的一個就是企業家 所以他想要招攬同業來做一個拓點 特別的租屋需求 開出三大招租行業或種類意外引發議論 3D新聞 戰評文 崔道明 台中報導